你需要一台光固化3D打印机吗 如果你想拥有这样一个模型的话 那大概率就是需要的了 美剧《西部世界》里面的host 也是其标志性的画面之一 片子里面它就是从一个乳白色的液体池子里面 缓缓升起来的 而现实当中它如出一则 也是从一个装满了液体的池子里面缓缓升起 这是巧合吗 我严重怀疑不是 会不会是西部世界的导演 正是在看了光固化3D打印机的工作过程之后 才诞生了这个创意 有这个可能 好咱们撇开打印过程不说 就说模型的细节 精度到了这个程度 就真的不再是FDM的擅长了 这里是光固化的领域 虽然我已经把层高设置到了极限的0.08毫米 虽然我的拓柱AE mini真的也是很卖力的 但是真爱就是在细节方面玩不过光固化 你看它俩打印出来的脚趾谷歌的对比 还是有肉眼可见的区别 光固化显然是要更丝滑一些 FDM虽然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但是表面的沉温还是更加的明显 偶尔有的地方还稍微有一点点的错位 不管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都不够完美 对了 请你忽略这个脚趾头上面的拉丝 它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对线材进行有效的防潮导致的 不怪3D打印机了 另外虽然不管是光固化还是FDM 在打印这个模型的时候都是需要支撑的 而且拆除它们的支撑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活 但相比起来至少在拆完光固化的支撑之后 这根极其脆弱的腿骨还能够保持完整 而FDM是我手残 要是它不骨折那我就得骨折了 所以你看到了吧 要是你想打印的都是这类极其精致的手办的话 那光固化就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了 尽管我还是对它的操作复杂性颇有维持 但没有办法了 什么工具干什么活 它干这样的活就是漂亮 你说不用它用谁呢 说到打印的精细程度 我还想到一个能做对语的 前段时间我做的排气泡炮弹的模型 顶上的风帽是要通过裸杆装到影信上面的 我之前用FDM来打印 为了让裸纹有更高的精度 以便在拧进去的时候更加的顺滑 我也是直接用上了最小的层高和最慢的打印速度 但即便是这样的效果也不是太理想 那咱们试试光固化行不行 你别说的确是要顺滑一些 看来打印精度还得是光固化 但如果我们从精度切换到强度 那必须就是FDM的战场了 它不光是可选择的材料比光固化素质多了太多 而且个个都能打 这个咱们就真的没啥对比的必要了 很多博主都已经做过了 于是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最后的一个话题 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一台光固化 那该怎么选这台光固化呢 我只有一个建议 就是选台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用这么麻烦的光固化了 小的也麻烦 大的也麻烦 反正都是一样的麻烦 那干嘛不用大的呢 至少在麻烦完之后收获可以更多 而且大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优势 速度上的优势 这得益于光固化的工作原理 它是通过这个屏幕来让与之接触的最底层 同时曝光的 从而固化曝光之后的数值 这就意味着啊 你在最底层上面是曝光一个点 还是曝光一整面所用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多少有点作弊的感觉 要是用FDM 我打一个零件需要一份时间 如果我要打十个呢 就得需要十份的时间 但是到了光固化这边 我打一个是一份时间 我打十个也是一份时间 只要是我的机器够大 它的构建板够大的话 我要打一百个也还是一份时间 你就说你要不要钻这个空子吧 我当然是要钻的啦 所以我最近才上了这台普罗森的 Sonic Mega 8KS嘛 你看看它的构建板有多大 33厘米长 18.5厘米宽 用巨无霸来形容也不为过啊 所以下面才需要一块15寸的LCD屏了嘛 而且还是8K分辨率的 感觉好像是买屏幕送机器似的 直接就把我的生产力拉满啦 以前是需要分几锅打的 现在直接就一锅端了 哎呀真的是很爽啊 爽到我现在甚至觉得光固化 好像也不是那么麻烦了 尤其是看到这么惊艳的成果之后啊